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跟美国东西两大强权 除了传统上比武器比肌肉大之外 现在还要有划时代的一个大比拼 也就是比看谁比较会打电脑 比看谁比较会偷听 会监控 看谁的电脑本事比较高 就能够掌握制胜的先机 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要来讨论看看中美之间的骇客任务 首先介绍参与讨论的一个来宾 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雄伟好 大家好 东吴大学政策系的副教罗志正 雄伟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媒体共和者康仁俊 雄伟好 大家好 军情航空站总编施孝伟 雄伟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的军事记者宋玉宁 雄伟好 观众朋友好 美国的司法部是正式的发出了通气令 要悬赏抓到了五个中共解放军的 高级官员或者是干部 这可是美国第一次 针对这种企业骇客的问题提出悬赏 先来看新闻 美国司法部19号宣布起诉 五名中国解放军官员后 联邦调查局FBI随即报复通气令 罪名是这五人多年来不断 透过入侵电脑系统 窃取美国重量级企业的机密 导致美国经济谋受严重损失 美国追踪调查发现 駭客发动攻击的利点 来自中国解放军在上海附近的一处基地 他们入侵西乌 美绿等 六家美国企业的电脑系统 窃取核能 太阳能等产业的敏感机密 帮助扶植中国的业者 导致美国失去竞争力 中国随即大动作反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据 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政府 企业和学校等机构 长期发动攻击 入侵和监听活动 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网络窃密者 好 这些被通气的对象 他们的罪名就是窃取企业的一些商业机密 因为他们都是电脑骸客 但重点来了 他们的身份非常敏感 都是中共解放军的官员 所以美国就是第一次对海外政府的官员 因为企业骸客的问题发布通气力 好 重点来了 那中国会不会理你 对 没有错 61398 这个不是台湾那个等于说计程车的代号 然后呢 这也不是这个等于说六合彩的名牌 这是什么呢 这是这一次被起诉的五名中国军方的军人 他们所属的单位代号 其实就是中国的网军网军代号就对了 61398在位于上海的浦东 那么这次美国这个动作非常的大 而且是前所未有史上第一招 因为他是用司法部用窃取商业机密 有31项罪名 起诉了五个 这个61398的部队的军官 你知道吗 起诉了以后呢 除了今天大规模大动作的记者会跟国际宣誓之外呢 立刻由FBI发布通气 就真的要抓这个 没有错 发布通气的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 就会把这五个发布通气的这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军官的资料 交给国际刑警组织 全球通气啊 全球通气 所以他们到其他国家也有可能被抓住 这五个人现在因为可能还在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 他不要踏上美国的国土 我一辈子不要去美国玩 不就没事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 错 为什么呢 只要跟美国有邦交 并且有签订所谓的引渡条约的国家 你都不能去 你去的话呢 就不要被抓到 对 你去的话如果用这五个人 现在的这个被通气的身份进去的话呢 他们发现是国际刑警组织 跟FBI通气的国际要犯 那么他们固定海关的说 就把你扣下来 扣下来以后就决定 到底要让你原机迁回中国大陆呢 还是直接送到美国去送审 所以对这五个人来讲 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五个网军啊 事实上他们所设的这个 等于说他们的关节有这么大吗 所设的这个罪行的严重性 到底如何呢 我告诉各位 这其实是美国杀鸡儆猴的一步 事实上在今年的三月 跟这个之前啊 欧巴马在这个美国招待 第一次跟他来美国 跟他参访的这个 等于说习近平两个人 就谈过两次了 都针对这个所谓 中国网军的东西啊 谈过了 所以还成立了一个 所谓的中美的这个 网路工作小组嘛 对不对 两边就是坐下来谈 到底关于网军窃取 这个机密商业机密的事情 怎么谈 欧巴马已经不算很久啊 所以今年三月又跟他谈了一次 又讲一次 对那习近平当然又是打官枪 我们从来不进行那些的行为 都说没有嘛 没有错嘛 那当然这一次 美国这么大动作就表示他 因为他站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他摆明了说 如果只是单纯的商业情报刺探 如果只是单纯的 这个间谍情业刺探 军事上的 那没话讲 全世界各国的情报工作 都在做 对不对 那没话讲 谈是你们这一次呢 网军是入侵美国的 所谓的商业 这个商业的间谍网里面呢 进去里面从事间谍的行动 六大家 六家大型的这个美国商业公司 被你们侵入 然后包括钢铁 核能 太阳能等等 总共有150家 被你们这样子 索利比来的 这可能会影响赚钱的事 他说单单去年所影响的 这些商业上的损失 高达9兆台币 美国从头到尾都吃定的 都一直在强调是 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不过问题是 这个中国怎么可能 承认说我自己有这样干 对啊 怎么可能会说 因为从头到尾 这两三年来 面对美国的指责 他都说没有啊 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情 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是怎么办 名字大头照都被贴起来了 就生气了 沉默了一阵子以后 他立刻生气了 对于美国人这种 等于说横加侮辱 然后胡乱指责 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然后就胡乱指责 然后就栽账架 说一大堆啦 最后表达严正的抗议 要求美国司法部 立刻撤销对五个人的通气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先宣布片面 中止中美之间的 所谓的网路工作平台 这个网路工作平台 这不是先前才谈好了吗 本来是谈好 两边针对网军的事情 马上就中止了 中止了以后 包括网路很多人 我就不送了 我就把你中止 你还没有抓到我的人 我就先把你中止掉了就对了 那你要说他拱小等生气 是什么脑袖程度不管 反正意思就是 我不跟你配合 我不跟你合作 我也没在怕你 大家就 其实他真的也没在怕 然后除此之外呢 就进一步在将美国一军 因为他知道美国一再强调的是 商业机密 窃取商业机密 对不对 他将美国一军说 那边使诺登逃到俄国去 他不是爆出来吗 你们最好的盟友 那个德国铁娘子 对不对 他最喜欢讲大哥大 那位国际领佑 没客啊 他大哥大你都本来听得一清二楚 全世界 最会窃听人家电话 最会拦截人家的 所有的这个email 所有的讯息 不就美国人吗 而且中国还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这样强调 他这样强调说 包括前主席胡锦涛的电话 都被你们美国人给偷听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意思就是说 你们无缘无故的 来起诉我这五个人 事实上你们的罪信 远远的大过全世界 所有的这些类似的 这个窃听监听行为了 所以这一场 所谓的窃听 到底是窃听正义呢 还是反将一军呢 一场网路大战即将展开 这样可能呢 中国跟美国呢 这边不管是军政府啊 还是呢 这些骇客 甚至是网民们呢 可能都还会要这样子 一起在打笔战啊 打口水战一阵子哦 但是大家刚刚介绍到 中国的这个解放军呢 不是只有动刀动枪的才叫阿兵哥 我们说现在已经21世纪了 有头脑的 你会玩电脑的 你会当骇客的 也可以替国家做出贡献的 刚刚呢 讲到来宾讲到这个 神秘的这个数字 61398 就是一个网军的部队 而且他们的总部啊 基地啊 办公的地方 就在上海 这么热闹的城市 任君介绍一下 这个单位为什么会曝光呢 其实来自于美国 美国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延续了好几年 它有很多的企业 政府单位 甚至是媒体呢 都不断的遭到 骇客的入侵 对 那因此呢 他们这些很多的企业呢 就委托了一家 这个保安公司 它其实有点民间性质 叫美电这个公司呢 那这个公司呢 就开始花了 六年的时间去追查 怎么追查 很简单 你只要有侵入的时间点 然后往回去追查IP 结果一查了之后 发现到 有一个 好像有人不断的 透过持续性的攻击 你知道吗 这一查 查到了这一个 位在上海浦东区的 这个大楼 还是查到啦 是 那位在中国大楼 来源就在这种楼 对 没错 那这个楼高有12层 一般你从外面看进去的时候 外面看过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 普通的大楼而已 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标示 可是呢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外面 居然有解放军在巡逻 所以常常会有人这样子 拿着枪走来走去 对 就很特别了 因为一般军事云区 要码就是封闭的 要码就会明白告诉你说 我这个是一个军事单位 但它没有 这个没有 对 那它就是有解放军 作者在那 所以到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媒体曾经有 试图接近这种大楼 结果没有想到解放军 突然就跳出来 就出现了 就开始围住它这样子 那61398这个部队呢 基本上来讲 因为它其实并没有一个 正式的所谓部队的资料 那很多人去找 只知道说有个编号 叫61398 一搞不清楚 它是什么样的单位 那大概据美国 他们这样调查跟了解呢 认为说61398这个部队呢 它是隶属在所谓的 总参谋部三部二局里面 这样听起来就很大的意思 那它主管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情报站 网络站跟这个资讯站的 这个部分 那所以后来再去追查的时候 发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总共用了 900多部的伺服器 开始到处去攻击人家 那这里面呢 也有查出来说 有几部的主机呢 似乎 因为透过IPG追查 有几部好像是在香港这边 那也传说有6部 可能是透过台湾这边IPG 发动攻击 还可以这样子啊 是 那后来发现到就是说 比如说以彭博社来讲 彭博社有一段时间 也不断地遭受到 他们的网军的攻击 那彭博社也会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你攻击我 后来他们大概去查 认为说什么 他们曾经报导过说 这个习近平 在国外其实还蛮 非常有money money这样子 还蛮有钱的 不好的报导 我就让你痛一下这样子 是是是 那就那一天想说 我就去骚扰你这样子 就大家觉得 你没事去刺探 你如果去攻击企业 我们还可以理解 你是要刺探商业机密 你如果去攻击政府单位 你可能想要去 瘫痪他的政府机构 你没事去弄个媒体干什么 那据说了解内情的人讲 所以我这个部队呢 基本上去渗透你的媒体 我的目的很有简单 我想看看到底是哪一个人 把这些东西 泄露给你们媒体 我们是要维护 我们国家领导人的亲域 对 没错 那结果后来这个消息 一曝光之后 大家都知道说 原来这个61398这个部队 在上海浦东 有这么一栋大楼 不过据了解就是说 他的总部应该是 设在这个北京 然后只在很多重要的城市里面 都有他的这个根据地 不过比较好玩的是说 因为这个曝光之后 可能大家都把这个地方 列为参观地点之类的 都来这边参观 就这一栋了吧 据说后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还在吗 没有没有就搬走了 赶快搬走了 原来就是有这么样一个 神秘的一个来由 不过我们讲说 现在亚洲的局势 真的不是太安定 为什么 因为现在看到这些 就是泰国 先前迎拉被法院 给赶下台之后 现在泰国也算是个 临时政府的一个情况 红山军 黄山军 穿红的穿黄了 彼此理念不同 又搞不定 这个时候 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泰国的军方 突然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抽不冷的 就宣布泰国现在戒严 怎么回事呢 赶快看新闻 20号一大早 泰国陆军总司令 透过电视画面 向全国人民喊话 即日起实施全国戒严 不过军方强调 没有政变的意图 只是将全面接管国安事务 并接手控制多加支持 反政府示威者的私人电视台 20号军方宣布戒严后 反政府领导则表示尊重 并立即取消原定于20号的游行集会 在泰国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军方 过去曾多次发动政变 2006年政变 推翻的旧式戴克星 如今军方再动动作 也让泰国政局充满变数 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看到泰国的军方 是自己宣布戒严的 就完全也不听政府的命令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到底是不是要搞政变呢 就要请罗老师好好分析一下 小卉你喜欢看电视上播的电影吧 对很喜欢 重播一次呢 重播一次还是会看 重播十次呢 我喜欢看的周星石看一百遍 没有错 可是问题就是说 泰国这个政变有点像重播电影一样 不断的重播 好像是耶 每次来一个红山军黄山军 就来重一次 从2005年到现在 已经换了几个总理了 换了七个总理了 如果21世纪就换 现在才14年而已 从2005到已经换了七个总理 如果7月份20号 这个选举正常举行的话 又要再换 第八个总理就出来了 而且还不保证 还能够继续干多久 哎呦真的 那当然整个泰国的形势反映 是整个泰国长久来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了 就是少数的传统的那种 权力的集团 包括军方啦 皇室啦 甚至经济上的上任阶级呢 跟对抗 这个所谓草根民主的势力 所以红山军是这个草根民主势力 黄山军是拥护这个皇室的 还有这个所谓政治经济的一个精英集团 一直搞不定就对了 搞不定为什么 两边完全就是在冲突 很简单 因为草根民主势力 只要投票的话 他们人比较多 一定赢就对了 可是这个所谓少数的政治经济 他们票少 每次选举都输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有别的方法了 比方说皇室还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军事 一个叫司法 所以两个啊 看哪一个是可以用 用不行 另外一个就出来了 好像所以这样的情况 也是这个样子吗 没有错啊 所以看5月7号的时候啊 宪法法庭就宣告 赢了啊 这个赌支 所以啊 拿掉他的位置了 这就是司法的这条路 而且加一码 第二天之后啊 所谓的树摊委员会 准备把赢了啊 送到这个参议院来弹劾 如果弹劾过的话 5年内不能再选举 完全断他的路 如果断了后面还有一个 叫做刑事的追溯 他有弊案 如果一查话 搞不好判10年的刑 所以换句话说 司法这一块啊 司法政变 把你赢了赶下台 把这个所谓 拥有多数支持的这个 红山军支持的政府啊 把他赶下台 如果不行的话 我还有军事的这一招 所以像军事 真的也是所谓的 这样反对派 因为赢了赢下台之后啊 来自各方啊 这是他的红山军啊 准备往曼谷前进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 黄山军因为在都市里面 所以他们站出来 这个反这个政府 可是真正军方担心是怎么样 红山军进来之后呢 所以说那个人多嘛 人多嘛 因为他们人多是重嘛 所以从北方州各省 准备往曼谷去了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戒严 是为了这个考量哦 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这个 反政府的这个 所谓黄山军 可是真正担心 要对付了什么 是准备往这个曼谷来集结 这个红山军 大战要开始了吗 没有错 但他也不敢讲政变 所以他说什么 这个叫戒严 所以二分之一政变 是有差别的就对了 政变的话还得了 那整个政府就不一样了 太防都要介入了 可是如果是一个 所谓戒严的话 只是暂时性的动作 但是问题出现了 红山军怎么看 如果红山军认为 你是政变的话 那就会对抗起来了 一旦对抗起来 这个政局又没完没了 那现在这样怎么看了 到底现在谁是对的 因为军方的话也不可信 而且完全军方是自己宣布 因为他是今天凌晨才宣布 而且这个过渡政府 完全不知道 所以怎么看 他下面的人要戒严 而且是陆军司令宣布 完全不知道这样 对啊 陆军司令宣布的 所以问题出现了 这个红山军怎么看待 这样的一个戒严 如果认为就是政变 就是政变的话 那红山军会不会搞对抗 跟黄山军就出来一遍 那整个连续剧要重播一遍 那这样要一直演下去 要演到什么时候 真的不知道 到时候就要看 太防又要出面了 因为经常每一次到最后 就太防出面的时候 好 这边就看到泰国的局势 再看过去看到印度的局势 我们先前就讲过 印度经过了长达五个礼拜的选举 终于变天了 人民党是大获全胜 所以再也要变成 马上叫执政了 所以新的总理莫迪 就受到了全世界的一个关注 因为毕竟印度是一个 拥有十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家 那所以呢 关于这个新总理的 这个传奇故事 今天马上就添了一桩 你相信吗 他原本大家都以为 这一位老先生是单身汉 结果没想到 他在选举竞选的时候 填了那个名字说 他是有结婚的 他是有妇之夫的 那他老婆呢 有是有啦 四十年没有见了 这是什么老婆 这当然要问瑞德哥啦 对 没有错 人世间最伟大的是女性 真的 人世间最没良心的是男人 真的 为什么这样讲 你难得这样说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这个莫迪 现在这次的印度大选 人民党的这个党魁 马上要接印度的最高的总理 那么他这一二十年来选举的四次地方议会的选举 都在这个配偶栏里面 填空白就对了 也就是他是单身汉 大家也认为说 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个人出来 没有错 那现在你知道吗 人红是非多 现在流行叫起底 那你现在起底 你在当选 印度马上你就是最大的 你把十年的干地王党都不推翻 结果后来起底的时候发现 他四月的时候 在自己的配偶 竞选的配偶内栏 填了一个假苏达班 假苏达班是什么 他自己填了 对 他填了你知道吗 他招了 因为他可能知道说 这次他身世大好 有望当作 等于说印度以后的领袖人物 所以不能说谎 所以他过去都没填 这次填了你知道吗 填了一个 他的太太 配偶竟然是假苏达班 那大家就很好奇了 你过去没有 大家都以为你是单身汉 对外面也自称自己是单身汉 也不是新婚 那你的太太哪来的 不是新婚 因为根本不知道 没有人看过他的太太 连他的自己的党友都没有见过 好 原来去起底了以后 才知道一段很悲惨的过去 很悲惨 这一段非常的悲惨 原来在他13岁的时候 他们家是商人世家 所以根据他们家的传统 他13岁就把他跟假苏达班 两个人给订了婚 他的太太假苏达班 差他一岁 小他一岁就对了 到了18岁的时候 太太17岁的时候 就结婚了 那么两个人 结婚总共在一起三年 那这三年的期间 真正在一起三个月 但是真正在一起 在一起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我不太了解 这个情况 必须要打到当事人 让他们自己说 年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可是这个假苏达班说 他们三年来 事实上真正有相处了 是三个月 结了婚子相处三个月 然后这三年后 这一位莫迪先生就跟他说 他加入了他们印度的 一个人民服务团的一个组织 这个联盟组织 然后他们这个组织 是为了爱国 为了国家 所以他们是禁欲的 然后不能结婚的 那你婚也结了 那怎么办 欲 我不知道 那到底怎么样呢 该做了 不该做 你全部做了 真的啊 不然你做备事 吃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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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结婚嘛 那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嘛 对不对 可是他跟他的太太 很坦然的说 我就没想到这样 为了印度 为了国家 我必须要 你要戏谁一点 他就明着跟他讲 我要牺牲你 他就溜了 在那时候才20岁年 在那溜之前 他建议他的这个 太太假苏打扮说 你可以去科技 去当老师 考试当老师 当老师对你很好 你的个性很适合这样 他假苏打扮 他太太真的去考试 后来真的当了老师 这么乖啊 没错 可是呢 他45年前不见了以后呢 莫迪不见了以后 先去什么喜马拉雅山修行 然后从事政治活动 40几年来 他再也不闻不问 他这个老婆 中间都没有见过面 都没有见面 打个电话都不行 没有来往 然后呢 现在还当了印度的领袖 对不对 可是人家假苏打扮呢 没有再婚 因为他们没有生小孩了 然后他们没有再婚 也没有离婚 然后就一个人 也没有改嫁 现在呢 其实已经退休了 当个老师 领个微博的退休金 养老金就对了 45年没看过自己老公 对 没有错 你现在看 他是做可悲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当领袖人物 我说每个伟大的男人 背后一定是 每个男人成功后 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女人 人家真的伟大 很伟大 他也没有离婚啊 也没有再娶 也没有再嫁 也没有干什么 你知道吗 这样啊 当领袖 政治人物的太太之前 要想清楚 你知道为什么吗 蒋介石也是这样啊 真的啊 他老婆第一个原配 也是他老妈 王彩玉 等于说妈妈 给他许配的嘛 毛符梅嘛 对不对 就蒋经国的生母嘛 也是这样啊 结婚了以后 你也是跟人家在一起啊 也是那个孩子啊 最后跑掉以后呢 成了政治人物又嫌弃人家 怎么这样子 我告诉权威 你都知道吗 我读到他的那个 蒋介石的生前的这个世卫 写了一本传记啊 在台湾看不到 然后呢 看到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毛符梅也要 他叙述 每次当蒋介石 娶了宋美龄以后 回到了浙江凤化西口 他有个地方叫封告 封告房 就是蒋介石 在那个地方的祝福 每次要去的时候 毛符梅都赶快帮他 整理得非常干净 但是呢 当每次蒋介石 要带着宋美龄 走进来的时候 他就赶快逃之遥遥 你知道吗 有时候想想 有时候真的说坦白的 这些伟大的女人背后呢 真的有无限的心酸 不是大家想象 第一夫人 是白人在做对吗 风光 是你在风光 其实他们这些原配 其实是有无限的心酸 跟讲不出来的无奈 突然间觉得 他真的很无奈 现在心请大家 稍后片刻 广告回来 再来探讨了 继续是国际间 非常严肃的议题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男人 也就是战斗民族的大统领 普丁总统呢 现在正在中国大陆访问 接下来还要跟习近平国家主席 一起去参阅联合军事演习 马上回来 好 战斗民族的大统领 也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现在来到了中国的上海滩 跟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呢 两大巨头进行高峰会 除了谈高峰会之外 接下来还会去参观军事演习 重点来了 这个时候世界上非常有权力的 两个男人见面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能要请教罗老师好好分析一下 他们两个男人见面 因为讨厌另外一个男人 真的吗 这是欧巴妈 这两个国家最近 在政治经济上都非常非常的密切 而且是相互得到好处的 对 像俄罗斯刚才提到了 因为乌克兰的问题 这天然气送到欧洲出了一些状况 因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 最主要的一个所谓的天然气输出的一个国家 更重要的80%以上的输出是卖到欧洲 而且大部分经过乌克兰 而中国非常需要这个天然气 所以希望从俄罗斯买天然气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两个就一派集合了 这样等于是合作了 他就帮了他的忙 你之后我制裁你 让你那边痛苦 我还是有生意可以跟他做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俄罗斯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个 能够替代欧洲市场的一个国家 中国有需要 就是中国 中国因为长久来用煤 造成很多的污染 所以他想力量加强这个对天然气的力道 那没什么好说 那这两个就直接去晚上去喝酒去了 但是价钱谈不拢 因为这两个国家 天然气价钱谈不拢 但去年已经达成一个协议 别人上价钱在拉近当中 希望能够定一个30年的合约 让俄罗斯能够提高 对中国的一个天然气的销售量 所以价钱可能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价钱的一个问题 但是那这样子对比 看在美国总统欧巴马 还有日本的这个首相安倍晋三的眼里 这样子的一个高峰会 他们需要担心吗 当然最重要就是两个国家 军事合作上 我们要的一个态度出来 所以这次不只是参加高峰会 不只签这30几个合同 最重要是海上联合军事演绩 就是除了经济上还有军事上 这一次两大巨头一次搞定 没有错 你美国可以跟菲律宾 你美国可以跟日本 甚至越南军事演绩 我也可以找另外一个人 就是你讨厌另外一个男人 就是普丁 我们一起来军事演绩给你看 那这样演到底谁赢呢 真的就不知道 这样子的确是会给美国跟日本的同盟 带成压力 没有错 好 这边就看到了国际的情势 真的就是互相拉盟友 互相来对抗 那刚刚讲到的一个重点 除了经济上面的话 就是军事上 马上就是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 接下来普丁也会跟习近平 一起去参阅海上的这个演习 所以当然演习内容是什么 就要请教军事专家 小维哥 的确 这次的那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海上军事演习 他们地点也选得非常的微妙 连地点都有关系 当然啦 虽然说你今天他不可能是因为 最近的这个国际关系的演变 突然把这个演习的地方决定在这里 但是他今天把那个演习决定在这里 基本上是上一次 去年的这个演习完之后 大家双方的这个参谋会议就决定 要把这个新的这个演习地点 正言的把它拉到东海这边来 因为东海这个地方 当然对着日本 然后对着这个美国等等 他都有某种程度的威褶意味 那当然这一次 他们其实有派多相当多的舰体 像譬如说俄罗斯 他派出了他的那个 那个光荣级的飞弹巡洋舰瓦良格 那另外也有一艘那个乌达洛伊级 也就是永旺级的反那个反潜驱逐舰 跟一艘Safremeni 那个现代级的那个 那个综合驱逐舰 还有那个两栖舰等等 也就是说这一次俄罗斯 基本上来讲 他的太平洋舰队 已经是精锐进驻了 真的是拿好货出来演习就对了 而且俄罗斯他这次我们讲到这个光荣级 这个光荣级的这个飞弹巡洋舰 它其实是俄罗斯海军 在那个太平洋舰队的可以说是旗舰 这条船我上去过两次 其实第一次是2002年在日本 第二次2008年在那个韩国 然后这两次上去 其实我很明显的感受到 船虽然没有改变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状况 有大幅的改善 真的 第一次我看到2002年的时候 是在哪里 在日本的横须鹤 他去参加海上自卫队的 50年的海上观月室 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整个船的船舰都坑坑巴巴的 没有补就对了 就是你知道等于秀了刮掉 然后直接喷上去 但他旁边海上自卫队的 白根号直升机护卫舰 跟瓦良哥号 差不多同时下水服役的船 整个舰 干舰上面干干净净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讲说俄罗斯不行 国家没钱 现在不一样 但是2008年我去看 大幅改善 虽然说他这个船本身来讲 我们是从这个小地方 来看他这个军力的这些改变 但是当然你说 光荣级这个船来讲 他其实还真的是一个 对于美国来说 他是一个航舰杀手 为什么 你看现在影片上 你有没有看到 他前面有很大的大管 他那个SSN-12 也就是他那个反舰飞弹 他叫做沙箱 因为为什么叫沙箱 北约看到这个东西 哇那么大一个东西 你看在前面 那个16枚 那个东西 它是一种超音速的反舰飞弹 它的速度大概是 1.7倍音速到2.5倍音速 而且射程高达500公里 哎呦可以试这么远 这已经中程了 因为那个500其实还是进程 但是为什么 因为美军一个航舰打击群 它的战斗机空间 那个在空中CAP的范围 大概差不多400公里左右 那所以我俄罗斯人 那我就干脆 我就在500公里 一口气就12颗超音速飞弹 而且还是超音速的 对 16颗丢进去 我总有一颗猫到吧 还可以这样 对因为猫到一颗就不得了 那一颗上面弹头就1000公斤 那美国航空舰 被它那样一颗超音速的反舰飞弹 轰到 不死也半条米 所以这一次现在在东海这边练 对 然后这样子练的话 美国跟日本应该都会拿着望远镜在看 其实拿着望远镜 人造卫星在上面 全部都要盯着看 满刀可以走路 好 所以这边就是要告诉各位 军武迷就是看门道的地方 而且军事演习 不是只有展现你所有的武器科技 有多么厉害而已 相关的战术 也是需要趁着这个演习的机会 好好的来练一下 再来要看到俄国在演练的这个剧本 我想应该是电影看太多的关系 所以才要来练什么电影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魔鬼战将的片段 你再来看看魔鬼战 Sailor Group is our backup, you understand that? Yes, sir! Now, since your ass is on the line, Sailor, I authorize you right now to do whatever you can to aid in the arrival of the SEAL team Because if I goddamn can't control you, I might as well support you, correct? That's affirmative, sir! You have some good luck there, Sailor, I'm out They got a lot of trouble on that ship 好 這可不是在開玩笑 而是看到了中國的媒體報導 真的俄羅斯就在他們的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 做這種反劫持的這種反恐的演練 但是我們就是要問說 一艘超級重裝備的這種軍艦 到底有沒有被斜持的一個可能性 這樣的報導剛不可能 真的像電影剛剛演的那樣子嗎? 玉琳哥 對 我們剛剛看當然這個 好萊塢電影是可能的 對不對? 好萊塢電影才可能啊 那實際上來講 我覺得從今天這個 因為這是2014他們海上聯合演習 他們的一個演練項目 我覺得從這個報導傳說 可能是這個撰寫的記者 稍微有點誤會了 因為瓦良格號是一艘軍艦嘛 對 那他還做這樣的演練科目 可能他覺得 那就是軍艦被挾持了 所以你直接會這樣想 我想這個是會有一點點 可能是誤解 因為實際上我們剛剛看 不管是電影片段 或是真實你想 一艘這個船間炮役的軍艦 怎麼那麼容易會被人家寫的 除非你真的有內鬼 就是電影也是有內鬼才有辦法 對 沒錯 要不然其實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實際上來講 我們看現在 現在在世界 這個國際間的話 比較常發生 就是索馬利亞海道這個問題 截止傳之 那你看在非洲索馬利亞 發生一些狀況 其實的確有 索馬利亞海道 早上軍艦 這樣的狀況 真的有 因為這個西方國家有派軍艦去護航 這會不會太大膽了一點 對 但是這個 就這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看走眼 蛤 因為他沒有搞清楚他是軍艦 以為他是 是搞錯了 不是因為他是軍艦去搶 對 搞錯對象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來講就是什麼 你說真正早上軍艦那叫自投羅網 對不對 剛好這軍艦就要抓你嘛 所以說 這個基本上是 可能性不是那麼高 那到底怎麼回事 對 這個基本上 其實是現在在這個 不管是說 我們看中國大陸 或者是俄國 或者是在西方國家 其實他很多軍艦演習裡面 都有針對這種叫 非傳統安全威脅 這樣的一個演練 就是包括像 比如說你在這個 海上遇到海盜 然後或者說船隻被加持 那我要怎麼樣去解救這些人質 所以基本上都會在做這樣的演練 那也就是所謂 比較大的題目就叫反恐 這樣一個反恐的項目 其實都有在演練 那像中國大陸 其實他不只是在海上 他像在這個 俄羅斯跟俄國 舉行這種和平使命 系列的這個演習 他也有做反恐 只是那個反恐的項目 是在陸地上面 那這是海上 那海上其實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他有很大的困難度 你像他一艘船 在這個海 在一個汪洋大海上面 被挾持之後 你要怎麼樣 第一個你要怎麼樣找到他 說這艘船在哪裡 那你找到之後 你變成你要跟著這艘船跑 那這個事實上來講 大家可以去 如果說觀眾朋友看過這個 前陣子有一部電影 叫做《怒海捷》 他們漢克他演的 那個船就是被 索馬利亞海盜挾持 可是他是貨船 他運貨 他沒有武裝 當然很容易被挾持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說他基本上是用 這個《瓦良格號》 去當作被挾持一個船隻 所以他是模擬 對我覺得基本上是模擬 那怎麼會變成 講說《瓦良格號》被挾持 我就是想說 剛剛可能是有點誤解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想可能是有點要 這個互別苗頭 因為中俄兩國在演習嘛對不對 你看中國大陸派出的 全部都自製的精銳的艦艇 還包括這個中華神盾 這種的艦艇 可是俄國沒有 那他這艘光榮集 雖然說剛剛校偉講說 這個戰力非常強 可是他是1980年代的船 到現在 就有一點點年紀 對 那所以說 既然這樣來講的話 我變成沒有焦點了對不對 那好 我願意把這艘船拿出來 當作被挾持的船 至少我可以上螢光幕 還有這樣子的考量就對了 這我猜的啦 你猜的啦 之前那個索馬利亞的海盜 不是很囂張嗎 然後有一天 他們在夕陽的時候 看到一條船很開心 準備要去追那條船了 結果當時是一艘法國的巡防艦 是前面有砲還100公里的主砲 後面還有飛魚飛彈 後來就發現 他迅速從船上雷達 發現後面有這個海盜 行機很詭異 顯然是拿它當目標 所以那個法國船長 當下令下 那個船手朝向夕陽開過去 也就是說他故意不讓你看到 然後他船上的武裝嘛 因為你畢竟膩的光對不對 結果咧 那海盜那個當然很開心 就追追追追追追追上去以後 然後還架了那個繩梯 開始往上一爬 結果一爬到甲板 就看到船上滿滿的 法國特戰的那個 那就是送死啊 對 就是送死啊 那沒有挾持到啊 所以真的要漸漸 所以這個還是笑 我就看走眼 其實是海盜看走眼 還是有這種情況 真的衝上去 結果法國的特戰部隊 就拿槍對他們 然後馬上就投降 真的是烏龍一場 但是我們講說 其實俄羅斯的軍隊 最近真的是蠻忙的 剛剛看到東邊要演習 西邊靠烏克蘭那邊 又要安排駐京 還有一個呢 就是他們的轟炸機 突九五啊 還要一直出任務 到處飛過來飛過去 但是呢 如果看到一些消息走漏出來 懷疑是說不只突九五 在天上飛來飛去而已 他順便還測試了一下 他們的飛彈 而且射的還是 巡弋飛彈 洲際飛彈 這怎麼回事呢 笑威哥 對 那個熊威 我們這兩個禮拜都講過 俄羅斯的北極熊很忙 真的很忙 甚至於還有一天 跑到日本周邊 一下六架在日本周邊 那邊繞一繞 弄到日本航空自衛隊 完全倆弓 因為那麼多飛機 嚇死了 甚至於美國還說 日本這六架小意思 對不對 他還飛到關島跟南加州外海 對不對 就是說他這個飛的距離真的很遠 英國同時間也抱出來 對不起啊 英國在北海上空 也攔到好幾次T595轟炸機 所以他真的一直在飛 沒有停過 前面兩個禮拜來講 T595 北極熊真的很忙 現在我們才知道 原來他 對不起啊 並不只出來飛飛繞繞而已 不是只有飛讓你看 那他幹嘛 對 他甚至於還在他的演習之中 他打了六枚 KH55超音速的反射 那個巡弋飛彈 抱歉這個沒有超音速 這個飛彈 他其實也就是說 他的戰術概念 也跟美國的戰斧飛彈是一樣的 KH55 但是他跟戰斧飛彈 最大的不同點是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的射程超長 超長 就是比戰斧飛彈還要遠 對 戰斧一顆了不起 一千公里了不起了 對 他通常距離不會超過一千 那但是你看 像KH55的話 對不對 他的射程大概是兩千五起跳 唉唷 起跳 兩千五起跳 那個最新的叫 KH55SM 那個大家不要想歪了 KH55SM 沒有想歪 只有你想歪 我沒有人想到 你不提醒我們都沒有想到 對啊沒想到 他的射程可以到三千公里 三千 那可以美國的東岸打到西岸 對 那根本就是中程飛彈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今天 TU95對不對 帶著這個KH55 他根本也不用 飛進你的防空識別區 他在你防空識別區以外 把這個飛彈丟一丟 他就回家了 哇 那能造成的這個破壞 就非常的大 那就是很恐怖就對了 對 因為這種飛彈 他通常一架TU95上面 可以載好幾枚 而且今天KH55這個飛彈 不只TU95可以載 像俄羅斯他還有一款 叫TU22M3逆火轟炸機 還有最可怕的 他copy美國B1轟炸機的 叫TU160黑捷克Blackjack 這個飛機 他通通可以載 KH55巡弋飛彈 也就是說 其實中國大陸也學到了 如何能夠讓老坪裝新酒 對 就中國大陸有那種很老的 轟六 轟六是什麼呢 俄羅斯你看 1950年代研發出的 這個叫TU16官式的轟炸機 他現在讓他這個老坪裝新酒 這個賦予這個新生命 是如何賦予他新生命呢 也就利用長箭矢 他也那個巡弋飛彈 他用來裝在飛機上 當然裝在飛機上的 飛彈的型號有改變 但是這個長箭矢 射程也是 那個施法 他的這個KH55這個祖先 也是射程超長 大概至少也有1500公里 都變成是這種 中長程的飛彈 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這樣的一個 老爺轟炸機 轟六這個飛機 其實全那個 解放軍空軍裡面 這是最艱苦的飛機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飛機上連冷氣都沒有 很熱啊 所以他飛的時候 完全要靠那個自然進風 讓裡面的人 才能覺得很涼快 這麼老的飛機 你看看他能 如何能夠在戰場上存活 你如果說他真的要 飛到人家領空裡面 去丟丟炸彈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唯一能做 就是在人家的 比如說防空識別區外 你看1500公里 絕對在你防空識別區外 然後丟個一堆的 這個巡弋飛彈進來 所以你看也就是 中國的轟六加上 那個巡弋飛彈 跟俄羅斯的T-595 加上KH-55 那個長程的巡弋飛彈 兩者相比 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真的是非常的詳細 看到了 這個俄羅斯跟中國 展現了海上 還有空中 這種的不管是 船艦飛彈的一個能力 當然值得關注的 還有一個就是他們 在演練的時候 所展現的特種部隊的 一個技術功力 過去都是看好萊塢電影 所以可能對美國的 什麼海報啊 什麼三角洲部隊啊 有了解 那俄羅斯的特種部隊 其實呢也是 這個非常有名聲 就要請玉琳哥好好 解釋 介紹一下 對 因為剛剛都提到 我們俄羅斯是戰鬥民主 所以他們特種部隊 也是很強 一般人都已經那麼恐怖了 那戰鬥特種部隊還得了 的確 而且巡弋剛剛提的 讓我想到一點 就是說 你看提到美國是 三角洲部隊對不對 三角洲部隊 Delta 然後這個是ABCD 排D對不對 對 所以俄羅斯的特種部隊 就是Alpha A 排在前面 沒有錯 還找不到B跟C 沒有錯 那這個Alpha特種部隊 其實他是一個 蠻特別的一個單位 他最早其實在1974年的時候 成立的 那個時候是屬於誰 屬於KGB 對 屬於別人 非常有名的 KGB他們成立的一個單位 就是普丁總統工以前出生的地方 對對對 沒有錯 以前就是他的單位 然後這個成立之後呢 他主要呢就是負責反恐 這個單位主要就是負責反恐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 其實有 我在懷疑啊 包括像這次烏克蘭的一個危機 大家看到有一些的 這個戴面罩的 頭套的 很有可能是來自這個單位 就是阿爾法小組 對 有可能 因為他們基本上 一直在負責這種 就是說 針對像這種 獨立的運動的這些分子 然後或者是恐怖分子 他們是執行這樣的任務 像一個比較有名的意思 就是在2002年的時候 那曾經車程的獨立分子 就 到 莫斯科的一個歌劇院 把他挾持了 這個800多個人 對 那還蠻有名的 對 那還蠻有名的那次任務 那那次事實際上 為了搶救人質 搶救這850多個人質的話 就是派Alpha 就派Alpha 我們一開始還是談判 他們談判 可是在這個僵持幾天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 Alpha這個小組 他們就什麼 他們就施放一個 他們所謂的這個催淚的氣體 因為我想說 讓你們這些恐怖分子 就這個 這個沒辦法行動嘛 對 我就可以把他們抓起來 可是呢 最後造成什麼 造成100多個人質 因為吸入這個 不明的氣體的死亡 蛤 你是去救他了 結果反而造成 這麼慘重的傷亡 但你看就是說 你說看他們的哲學 就基本上 我大部分都救出來了 對不對 我只有11百多個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特色 這邊呢 看完了嚴肅的軍舞啊 接著要帶大家去看 搖滾天王來跳舞啊 雖然呢 這個永遠的這個呢 這個流行音樂天王 Michael Jackson 去世呢已經快要5年了 但是拜現在2014年高科技之次啊 我們呢 又可以在舞台上呢 在電視上面 看到這位巨星的身影 怎麼看到的呢 一起來看看片段 是 she dancesin till she saidnight she dances to his knees she dances till he feels just right until he falls asleep she dances to the kitchen stove dinner is served by nine she says this booze and how elite she bust me on her mind she bust me on her mind 看到是不是不可思议 已经去世的人 为什么又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 而且看起来栩栩如生 真的就是高科技 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搞 有的时候我们就放了一个MTV的袋子 放个旧的东西干嘛 新的是今年 而且是这个月十九日 刚才发现在美国Billboard的 这个告示牌榜上 那怎么会看得到 Michael Jackson就出现了 那大家不就以为看到鬼啦 你知道我刚刚看的时候 整个鸡皮疙瘩起来 因为你会觉得他完完全全就是活生在那个舞台上 就在舞台上啊 而且这个是舞台 这还不是说透过MTV的效果把它呈现出来的 那这个当时他出场的时候 大家整个吓到你知道吗 就以为他不是已经那个 Omito湖去了 怎么突然跑出来了 事实上这是一种全新的科技啊 那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大概看到这种投影的影像 都是所谓平面的 但是呢美国现在已经研发出一种技术 它就在这个HoloGrain的这个 全影像的一种技术 它是用投影的方式 所以你会看到他投影的时候 不只是一个平面而已 它看起来是一个完全立体的 而且呢 就真的人站在舞台上啊 那以前我们看过电影的那种立体 投影的那种模式 有没有吗 星际大战有没有吗 但是经常会咬咬 因为那个影像会被吹 没错 可是你会看到完全是没有 而且不会被挡到啊 是 然后他跟整个真人在这个真人一起表演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说Michael Jackson 就在那个现场上面 所以你说看完这个 你不起气力跟他才有鬼 真的 是什么科技真的太恐怖啊 那基本上这一段影片是从来都没有曝光过 我们还是强调它是一个影片 它不是真人在那里演出 但只是你在现场看的时候 你是真的看不出那样的一个瑕疵 那这个影片呢 基本上是因为Michael的 他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人 他有一次在整理的时候 也跟很多唱片公司或什么 去找他旧的东西之后 就发现到这一段 从来没有曝光过的影片 那这个影片都没有曝光过之后呢 他就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让这个Michael Jackson 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嘛 就有这种想法 有没有可能再让他出现在世人面前 不过这里面其实当然有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问题要突破 第一个当然是科技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说 因为这里面有牵扯到就是所谓肖像权的部分 那里面也有牵扯到就是说 我如果要用所谓3D投影的这样一个叫做 Hologram这个技术的话 那我是不是其他拥有这个技术的这些团队 或者是什么的 那这里有没有侵权的问题 所以他们经过半年的努力了 把这些问题通通都克服掉了 而且透过法律的程序 就还是要打点好就对了 没错 就是我必须要能够让这个演出是能够OK的 事后没有任何很多 你知道美国很多人都喜欢找这种小问题 而且就扯很久这样 就是要分一点 对对对 可是后来终于突破这个技术之后 你就会看 就是你现在看到 就是说在Beal Ball的这个排行榜 这个颁奖典礼上面 就看到他这样一个完美的呈现 不过我们现在都觉得说 哇 他现在科技这么厉害 这是最新的啦 对 他是第一个死而复活嘛 各位 绝对不是 因为我们接下来给各位看另外一个影片 你现在看到之后你夹目皮真的会够够够够够够 这也有 之前就有对 一起来看看 这也有 之前就有台语艺望 希望可以看到盖多久的视频 这真的会太离谱了一点 席琳迪翁是现代的人 竟然跟一个永远的偶像猫王同台 就是你说的技术吗 而且猫王是在什么时候过世 1977年 席琳迪翁那时候不知道出生了没有 就算出生了也没几岁 但重点是什么 这是2007年的时候 一样透过所谓3D这样一个投影的技术 那也是把大家吓到 而且这是在一个美国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选秀节目里面 他们两个就同台演唱 当时媒体在报道这样一个新闻的时候 强调什么你知道 不只人你这样看起来像个真人在那边 而且他细到你没有发现 他有很多那种大特写的那种镜头 拍起来据说连脸上的毛细孔 上面所出的汗你都看得出来 你就知道像现在的科技 已经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 今日最好笑 但是也是最严肃的议题 就是男人啊 上摩铁都是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今天我们看到头条新闻 看到我们的林内乡的乡长啊 真的其实他蛮很感兴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的女同事 头晕想吐 他就带他到摩铁去吐 而且一年一个礼拜去了五天 吐成这样还不带他去看医生这项话 不是啊 是要到摩铁去 大概是休息睡觉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他们的理由 但是理由真的有时候真的是 瞎到一个爆这样 是是是 我们大概给大家整理一下 就最近这几年 有这个被踢爆说到摩铁被抓包的 这都是发生在台湾的真人真实 没错 那大概我们区分 简单区分是两种类型 一个叫生理类 一种叫工作类 好 所以生理类呢 曾经有政治人被抓到之后 说奇怪你怎么没识识 这个女性好像也不是你的 这个亲人或什么的 到了摩铁去 有用过的理由 有包含下列几项 第一个 他肚子饿想要吃海鲜 吃海鲜啊 对 我们你不太懂 不是应该去海产店吗 对 可能这个服务特别好 热炒一百也还比较好 对 可能是晚上的时候 而且我跟讲 很多政治人物被抓包的时候 都是白天上班时间去的 白天海鲜店就开了 所以海产店可能就没开了 对 一定要特殊服务这样 那另外有像这个 头鱼想吐的 你刚刚讲的嘛 对 这个就有 不过他有解释了 他承认错了啦 是 是 下午才改的 那现在跳出来 那不管 但是最早第一时间是说 因为人家想吐嘛 但是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 一连吐五天 而且还顾定时间吐 对不对 这可能有成分进行之效这样 应该去看医生比较好啊 没错 那另外也有政治人物被抓到了 抓到之后就讲说 没有 我们是开车 经过那个地方之后 因为他临时肚子痛 拉肚子 那我们也不太知道 就是说通常拉肚子 第一个应该先找什么 加油站 加油站 便利商店 麦当劳嘛 麦当劳 那怎么会跑到Motel去 可能就是因为 不然你买个穆地纳斯嘛 也比较好 不是 你这个药 有时候难买一点 来不起啊 然后再来有工作类的 工作类的大部分你看 民意代表很多通通都有 你知道吗 那曾经有过这个 这个有被抓到 选民服务 这算最好 这还不错啦 有政治人物就讲到说 那甚至有这个某市议员 也被抓到 就是跟这个 人家去这个Motel 后来被拍到 还会讲说 我是去接受选民服务 而且我曾经听那个爆料录音带 这个很正当 很正当对不对 怎么后来 那个事前的发展 有点变调 又变调 因为后来那个 这个女方出来讲说 没有啦 这个是那个被踢爆了前一天 他跟我串通好的 被踢爆啦 自己踢爆自己之后 那这个政治人物 还跳出来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选举 要把我喊牌 那也有这一种的 那也有谈公司 谈公司的事啊 最瞎的是这一个了 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 盟照委会 某位高官啊 被人家抓到说 每个月都有一天 要跟这个暴如女婿 熟女啊 到这个摩特尔去 结果呢 他被抓爆之后 他说对啦 是没错 我真的是有趣 但事情不是 你们想的那样子 那是干嘛呢 因为呢 这个师姐呢 他带我去这个摩特尔 去拜访仁波妾 所以等一下 是说仁波妾 已经在摩特尔里面等他了 是 他已经先跟小姐 买好一个房间 说等一下会有两个人 来找我 这样子吗 那是你自己的颜色 他没有解释到 他不是去拜访 他就讲到说 就是因为仁波妾在那边 等我要去接这个 去跟他宣扬佛法 结果没有 达赖喇叭的代理人 就在台的这个代理人 这个发言人有出来讲说 他说仁波妾 就算有 也是修行在自己的地方 不会跑去 就算有去 也是被骗去了 这理由太瞎 那有什么好理由呢 这有什么好理由 我们可能要问一下 常常到摩特尔出差的 这个校伟他 校伟哥有什么好理由 快不要趁得